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9月13日 星期二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一下 專家直接說認為大廈的遺風強檢 強制檢測公告也好 對截斷病毒成效相對低 也有區議員說到其實有很多人根本在家中自己在抗 也不知道自己動大廈做了強制的檢測 若然被人抓到又罰一筆東西 情況非常淪盡 各界開始促請取消大廈遺風強檢 不知道各位怎樣看 和各位了解一下最新的事情發展 另邊商也說防疫政策 據了解有一個婦人要求去隔離營 誰知道等足幾天 等也沒有消息 結果就惹了家人 情況如何 和各位了解一下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敬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專家曾祈恩就說以強檢減少個案就未必有效 有區議員指部分人都不清楚大廈是需要強制檢測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就認為 政府應該要取消大廈強制檢測和遺風強檢的措施 避免市民抗疫疲勞加劇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恩指 繼續以強檢減少個案未必有效 而全灣區議會主席陳遠森就說 部分住戶都不清楚自己住的大廈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 相信和政府發布公告的時間不一有關 曾祈恩在電台節目上表示大廈強檢的目的 是為了找出隱形傳播者和截斷這個傳播鏈 但只變種病毒潛伏期短 加上康復者的樣本 亦可能帶有病毒 導致大廈污水驗出陽性 認為繼續以強檢減少個案未必有效 他又說 若果政府維持相關措施 應該改善目前的問題 包括強檢公告來得太快 市民未必能及時檢測等等 他又說 明白政府面對兩難 在防疫措施上需要向社會展示不躺平 但只目前應該盡量減少未打針人士感染及入醫院 以免癱瘓醫療系統 他認為政府應該投放資源 鼓勵接種疫苗並加派口服藥 確保若果家庭中有成員確診 兒童和長者亦需要接受檢測 陳遠森在電台節目上就說 部分住戶都不清楚自己住的大廈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 相信和政府發布公告的時間不一是有關 並指雖然已經在屋邨當眼處張貼通告 但較少外出的老人家亦可能不知情 他又說三歲或以下的小童需要提交糞便樣本檢測 但需要事先預約領取樣本瓶 而且全港只有八間診所提供樣本瓶並需要在指定時間交換 對家長帶來不便 建議政府增設派發和收集糞便樣本瓶的地點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問問各位意見 再有專家認為這些遺風強檢的強制檢測公告 對那個疫情其實幫助不大 但兼且令到大家有被罰錢的風險 家因你住的單位那棟樓若然立入強制檢測公告而你不知的話 有一天你下街打算去喝早茶上班上學也好 被人捉到的話你是有機會罰一萬元的 越來越多聲音子這種強制檢測公告 對截斷病毒鏈是沒有幫助的 家因現在有很多人都是居家隔離當中 居家隔離當然有污水的情況會驗到病毒 污水驗到病毒那棟樓又做強制檢測 結果是非常折騰不少的市民 既是如此問問各位意見 大家又贊不贊成應該取消這個強制檢測公告的做法呢 另一邊雙也說到有區議員都指 其實很多老友記老人家留在家很久 未必會下街不下街又怎麼看通告呢 而政府發放的強制檢測公告的時間每晚都不同 有時9點多有時11點多有時到凌晨都有什麼都好 結果這個發布時間的不一 令到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自己住在那裡有沒有納入強制檢測 既是如此是不是應該要取消呢 問問各位老友記的意見 另一邊雙也說說另一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確診一婦人申報要求隔離等了5天沒有消息 連累了同住的10歲女同確診 報道的內文是 政府早前更新確診者居家隔離規定 根據政府目前政策 確診者若過家中沒有獨立廁所或有高危家庭成員都需要到指定社區隔離設施接受隔離 但星島日報接獲讀者投訴他早前確診後向衛生署申報 由於家中有小朋友已經表明要求指定社區隔離設施接受隔離 不過等候至今仍未獲安排送到隔離設施 家中的10歲女兒已確診 幼子就要送到親友家被疫 有區議員表示由於最近確診數字高企 接獲不少類似求助 讀者李小姐向星島日報表示 她在上星期三快速檢測呈陽性 當日已向衛生署網上平台申報 雖然病情不算嚴重 但由於家中分別有4歲和10歲的小孩 家中亦沒有獨立廁所 為免他們受感染 李小姐希望能入住指定社區隔離設施 並在情報時已清楚列明 家中沒有獨立廁所 還有一個未到5歲的小孩 衛生防護中心當日向她發出訊息 向她表明需要前往指定社區隔離設施 接受隔離 並會在稍後有政府人員聯絡 安排專車接送 但李小姐表示她在家已等候多日 直至昨天仍然未有衛生署人員跟她聯絡 她指目前10歲的女兒已確診 至於4歲的兒子較早前已去到親友家居住 衛生署回復星島日報查詢時表示 政府會按分層分流的治療及隔離措施 並根據確診人士在網上平台申報的資料 評估感染人士的健康風險、照顧需要和家居環境的傳播風險 安排確診人士在合適地點接受隔離和治療 處方又說 一般而言中心會在收到情報過後 向其發出隔離令和將需要送和隔離設施的確診人士名單 轉介給相關部門作跟進 新聞中這位婦人等足五天都沒有消息 送不到去隔離營 結果同住的十歲女已經中招 幸好之前四歲的兒子已經先送到親戚家居住 但近期可能會越來越多等去隔離營 但等亦沒有消息的情況 這個情況和第五波起初爆發的情況類似 都是以人手隔離營的刑委有關 不知道現在這次是刑委不足還是人手安排出現問題 總之有一件事已經是向星島日報求助 等足五天都送不到去隔離營 估計當局也要回應一下近期是否陸續出現了飽和的情況 另編商也再次提醒各位盧友記又有騙案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有女子誤墮刷單賺勇騙告 先賺二百六十元 最終被人騙了五萬元 每天都有騙案 不過曠仔每天都會再提一提 不斷提希望數量越減越少 最終就沒有人被騙 因為總會從 一二三 不 因為總會透過大家的幫忙 就口意相傳地提醒大家不要中招 中招的通常都是年輕子女 不知為何 各位老友多加提防小心 另編商也說說這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向家人發出死亡短訊 元朗男子車內燒炭獲救送丸 報導的內文是 原朗有男子在車內燒炭 今早早9時44分 一名男子用手機向家人傳短訊 透露有意沉死 他的家人收到信息過後大驚 報警求助 警方及救援人員接報港節 元朗朗輝路 發現男事主在私家車內昏迷 身旁有一盆燒過的炭 消防員將男子救出送丸搶救 警方正調查事件 近期令人關注的是相關自殺的情況 的確好像是越來越多 希望各位網友繼續幫幫忙 多點關心身邊的朋友 尤其是有很多難關 老實說是很難捱的 不過幾難過的事始終會過 要想一想自己有家人 亦有愛護自己的人 亦希望多點關心一下 偶爾一兩個短訊 一兩個電話關心一下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